近日流感肆虐,除了市民已經做足防禦措施之外 娛樂圈方面,不少藝人在簽唱會上 要麼就戴上手套才跟歌迷握手 要麼就強制歌迷消毒才握手 由於受到流感影響 本來打算在黃金州去到北京 探望老公張堅廷的楊樂師 行程亦因此取消 不過她表示家裡的小朋友 已經準備好為她慶祝母親節 至於電台方面,身為電台董事總經理的馬健生 這晚在出席一個結出女性頒獎禮時 就表示電台雙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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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雙� 中少年活動代言人方面不夠謹慎 而龐愛蘭議員這晚亦有為此事作出回應 你說明星或藝術藝人 其實如果我們覺得有需要的 其實就是我們只能夠說可以小心些 但我覺得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人士 包括他們是一些可能很有地位 或者很有影響力的 其實都會是我們的邀請對象